空间摄影与应用 翁彩琼老师讲述 这个单元呢 开始跟大家谈一谈这个 大概基础的我们都谈完了 那这个单元呢 我们跟同学谈一谈玩设计 摄影的技术 摄影的技巧 去创造一些不一样的一些结果出来 我们称为玩设计 那以下我们来跟同学分享 几种玩设计的一个可能性 那当然这个时候 你还是会跟我提出来说 老师我是一台小DC 我到底能不能玩设计 当然以下的传递的一些讯息 你可以试试看 有的时候小DC 也可以创造出不同的一个画面 跟成果出来 好第一件事情呢 制造逆光的雨景 逆光下的雨景 好 请你准备一些基本的条件 比如说花洒 洒水器 然后阳光低斜的充分照明的一个位置 好 然后请你把快门速度放在六十分之一秒 你大概用两百焦距的方式去准备它 ISO呢定的很简单 一百或两百 然后你测光的时候要测哪里 打开水龙头 打开水龙头或者是花洒气 接近逆光的主题 接近逆光的主题 主题是什么 主题你可以用花 用鲜艳色彩的水果 那这个是水 这个这个是主题 因为主题要被凸显 主题要被凸显 你想要制造的就是逆光下的一个雨景 打在花或水果之间的一个关系 所以你打开这个水 然后呢你去 你去这个捕捉 比较接近逆光主题的一个场景 那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光线 水跟主题之间的一个关系 好 那依据占据的一个画面呢 测光以后 那每个人想要拍摄的结果不一样 所以你的画面比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大概要去做一下测光 那这个测光的结果呢 F大概是8或11啦 就是在一个逆光条件之下 那请你再重新构图 然后按下快门 请你不要忘记拍摄这样的照片 因为是被你构图的 一定要加上三角架 一定要加上三角下 好 所以这样子一张照片 你幻想一下可以得到什么 可以得到花的鲜艳色彩 跟洒水的条状构图 有没有 因为你的水会被雾化了 所以水不是一滴一滴的 水会呈现一条一条的直线 好像在一幅画上面画粉笔一样 一条一条的直线 那去创造一些逆光之下 鱼景非常鲜艳的水果或画的色彩 那它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些成果 同学试试看 好 第二件事情呢 你可以试着拿你的相机 用你的快门去把它当成画布做画 你可以去做画 在早年我们还没有数位的时候 可能你拍出这样的照片 别人只会觉得它可能是一张失败的作品 那反而在最近这几年 数位诞生以后 我们会去创造很多奇奇怪怪的一个照片 所以我们这个单元才叫做玩设计 那老师并没有直接放这个成像的照片给同学 是希望同学在拍摄的过程中 多一点不同的想象跟创作 多一点不同的想象跟创作 那才是我们设计人的一个本质 用快门速度做画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你在画一幅抽象画 然后就好像你去做后置以后 你去做笔刷 有没有 你去做笔刷 用Photoshop做笔刷 那它是一张画布 那画布的创作呢 你可以用草花 草花花海的一个方式 它的颜色很多 然后非常的草花都小小的 那你来做画布的话 会呈现一些蛮不错的色彩的效果 就好像被你笔刷涂过的底涂一样 另外一种包装纸的呈现 那如果你是在光线不足的状况之下 你的速度就要降的比较低一点 那通常来讲 我们用快门速度做画的话 我们不期望阳光是太浓烈的 那通常来讲 光线少一点点OK 但是不要忘记 你还是会蛮希望说 它具有一定的饱和度 所以一些光镜的利用 你可以试着去使用它 好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试着让手部 手部去画一个圆形 手部去画一个圆形 那因为你速度慢 所以你就会拖着鱼尾巴 有没有 但是你又不要拖到四秒这样的鱼尾巴 你只要大概拖四分之一秒的鱼尾巴 让这个正常曝光时间之内 得到一些重叠的影像 画一个圆重叠影像 有没有 所以你的这个F当然就是全部打开 因为光线的关系 那你就会看到像海鸥一样 小小的小小的小花 一个半弧形半弧形半弧形的小小的小花 呈现在你的画布上面 它就会蛮可爱的 好再过来呢 你可以试试看用数位相机做中途变焦的方法 中途变焦的方法 好中途变焦可以创造一些局部空间的上帝光芒 你可以去创造上帝光芒 我们在讲上帝光芒怎么样拍 逆光拍最容易得到上帝的光芒 那你去在拍摄的过程中去缩放 去做缩放 你也可以创造上帝光芒 好拍摄的主题 我们做一点点小小的设定 黄昏的时候光影底下的大树 那你期望大树边缘产生上帝的光芒 好所以架上三脚架 好35到70米 好 Iso定50 好 光圈打开 好 快门一样四分之一秒 好你要创造这种流速的东西 快门速度都会稍微慢一点点 好 那你不要听到四秒 好 不然这个可能 呃 说放的太过分了 好 那你就看不出这种边缘小小的光影的特效 好 好 那利用低快门的一个时间呢 拍摄的时候快速的把变焦环 从35移到70 秀一个 好 在四分之一秒 移动35到70 所以光线的这个光束啦 会跟大树去做一个不同的 这个上帝光芒的构成 好 那这个也是我们常玩的 呃 呃 这个呃 这个摄影设计的方法 好 一样我们再来试试看中途变焦第二种 好 我把快门再放慢一点点 好 想要创造什么 创造白天很多纷纷扰扰的街道 很多人的一个主题 好 这个时候因为是白天有阳光 你可能要适度的使用减光镜 然后呢 呃 我可能正中间我的画面正中间主题是呃 移动建筑物或一扇门然后桌边有非常多人走来走去 有没有 好 好 拍这样子的一个照片 好 有一些基本条件 ISO值户外一白 光圈打开 好 快门二分之一 好 稍微慢一点点 好 因为人的呃 最主要是关系到人的移动的一个脚步 好 当然你在这个纽约大道拍 好 跟在夜市拍 呃 跟在每一个场景拍 他的这个秒数可能会有点差距 好 那你要去呃 试试看 好 那取用中间主题的方式 比如说移动建筑物 好 跟很多人交互的一个照片 这个时候人因为在移动 好 然后呢 你在变焦的过程中 好 按下快门 好 二分之一秒的过程中 让你的这个焦距70到200 咻一个过来 好 这个时候人跟环境会有一个中间放射状的这个透视感 好 他也可以让你创作出一些还不错的作品 好 再下来呢 你也可以玩另外一种想法 就是把相机不是握在你的手上 不是放在三脚架上面 你去试着把它放在移动的地方 好 去试着把它放在会移动的地方 比如说挡风玻璃啦 或者是车前盖啦 或者是脚踏车的把手上面啦 然后把镜头对着自己 好 镜头对着自己的时候表示呢 我的主体是自己 然后环境会移动 有没有 好 环境会移动 那当然这个时候你必须不是手去控制快门 你必须要利用遥控器 对不对 好 你要利用遥控器 好 低速的方式去拍摄 你才能看到 好 那你开在隧道里面 有没有 好 在隧道里面拍 或者是在一个户外都有一些植栽的 好 这个绿色走廊上面拍 有没有 好 如果下次同学有机会到什么东风绿色走廊的时候 试试看这样子的拍摄方法 好 低速拍摄 开在隧道里面 那你 对光怎么对 好 测光怎么测 好 你先对你的人脸进行一次测光 然后呢 再进入隧道对环境做一次测光 好 然后你去看 你对着你的脸 人脸测光 再进去隧道呢 对着环境再做一次测光 然后这两个测光呢 你再去稍微做一点比对跟调教 好 那这个比较难一点 好 因为每一种环境不一样 隧道的呈现不一样 所以我们其实 有的时候差距会比较大 好 那这个有时候没有不不太有办法的时候 你可能呃 必须要重复几次才能拍出一张你觉得呃 曝光正确的一个照片 好 那当然你也可以再去做一些后置的色彩调校 好 那这个等一下再讲 好 那你去对人脸测光 对环境测光 所以当你按下快门以后你会发现你的主体是固定的 好 那你的隧道是移动的 有没有好那所谓的后置色彩的调教 就比如说因为你在隧道呈现某一种颜色 好这个时候你在做后置的时候你可以去思考 好因为呃你的这个机器是架在可能呃车前车车前板上面 好那 那所以会拍到一些车子的颜色好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去把整张照片可以去做一个强烈的颜色对比色的一个改变好玩设计啊好好所以这样子的时候你就可以呈现某一种比较特殊的感觉好好怎么定值呢 ISO100光圈11好快门速度啊依照我前面讲的这个呃光线的一个比对大概是一或四分之一秒好不要忘记嘛好我想拍流速一定就是四分之一秒好OK好那这样子的速度你就可以看到哎这个光速啊光啊这个你行走的这个速度的一个感觉好那同学可以试试看好当然呃拍这样的照片拜托你车不要骑太快好不然这个流速啊 这个流速造就的这个成效好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好OK好把相机固定在哪里哎固定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把它固定在大卖场的推车上面呃推车里面放一个穿着色彩鲜艳衣服的小孩好好那当然主题就是在推车上面的小孩好好推车会移动嘛对不对好好不要忘记你因为是在大卖场 是室内了所以你的呃白平衡模式要调成日光灯好那你可以再加上鱼眼好那鱼眼鱼眼鱼眼有什么样的特性当然就是我会产生一个巨大的变形好但是不要忘记好我说哎我用广角镜头用鱼眼镜头的时候中间好中间是清楚的周边是变形的有没有好好所以这也会产生一些不同的特效好 好日光灯模式的白平衡之下ISO定100光圈16快门二分之一好产生流速好那这个时候呢鱼眼就可以让周边环境的一个流速好呈现呈现一些更多的变形好那就可以玩出不一样的一个感觉跟结果出来 嗯做一些生活中的创作好我们来拍拍鬼影好拍拍鬼影好好类似的一个洞穴的空间好它通常是呃光线比较没有那么足够的微光 或者是你可以创造一些少许的光线好那当然要用三脚架好那要拍鬼影好因为鬼影要移动好所以时间要更长好那我们可以设定8秒的一个慢速快门好那你可以利用8秒的慢速快门好那你可以利用8秒的慢速快门前面4秒好这个人啊这个主体是不动的好前面4秒不动好1234然后后面4秒移动到另外一个另外一个 但是这个地方但是这个地方但是这个地方还是必须在框框里面哦好这个地方还是必须在框框里面哦好这个地方还是必须在框框里面所以你要去设计这个人的路径好是你的构图里面要呈现的点好好两个点好8秒里面前4秒不动后4秒移动到目标好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因为前4秒不动的时候只有你整个影像截取时间的一半 好这个时候好这个时候你这整个人是半透明的好所以你看到的成像照片呢好人基本上是在最后定点的那个位置你会看到人那前面4秒的这个动作你会看到是一个透明人好你会看到半透明人好所以这就有点像在拍鬼影的样子好利用8秒 这个时间延远的关系好当然呢是这样子告诉你你也可以去设计更多的描述的时候你去看他产生什么样的鱼尾巴好你可以让人就跑来跑去好你可以去看他的变化OK好那ISO值好请你把它拉高定了1000光圈8快门8好最重要是快门8好去判断环境的一个差异性好那 光圈当然就是基础的一个数值OK好所以玩设计其实还蛮好玩的对不对好底下呢我们就来跟同学谈一谈同学在买设备的时候同学在买设备的时候你可能会问我说老师这样玩设计谈完了吗当然玩设计有很多不同的玩法啦那同学可以在生活中自己去创作自己去体验 那前面我们只是提供同学几个这个你可以创作的不一样的感受度好那去引发同学你就可以去创作更多更多不一样的东西出来好那所以底下我们谈一谈一些设备好设备的这个功能好你可能呃因为每次在上课的时候同学都问我说老师我到底要不要买那个我买了一个好不好好那实际上现在市面上的产品实在是太多了好 呃说真的呃我们要说非常的专业没有谁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好呃设备添购的非常的好并不代表你真的能拍出好的照片好那但是同学还是会持续的问呃比如说我要买什么东西到底买A好还是B好还是C好好呃不要忘记好老师也曾经常常有这样子的名思好呃所以要问你说你今天买了这个 设备设备它的目的设备它的目的在哪里功能性在哪里好需不需要好这是你自己去需要去思考的那底下呢我们只提供一些呃基本的呃添购设备的一些基础来让同学了解好三脚架需要吗好那你可能会告诉我说有非常多的相机其实好包括相机包括镜头我们现在都设计了这个所谓的防手震功能好 那提供这个呃防手震的一个效能好也让这个呃呃力量比较不那么大的女孩子好可以拍出好的照片好那防手震功能现在都已经做了你就会问我那我到底要不要买三脚好然后这个呃我们就要请同学去思考好呃而且我现在相机都可以做ISO的调整好ISO调整 那呃呃我在一个高ISO的一个拍摄状况之下好我可能就不见得需要脚架好那底下要跟同学谈的就是三脚架的一个稳定度好是防震技术好防手震技术做不到的好他是非常稳定的这个有的时候防手震是做不到的好那比如说什么情况之下呢你如果长时间的曝光好长时间的曝光好 好你希望得到好的影像的时候对不起好你一定要三脚架好再过来微距摄影的时候好因为他抓很多前景深好抓很多前景深还有他必须去抓你主体的一个锐利度所以你手不能有任何小丁点的晃动好所以这个时候也需要脚架好 好购买脚架的时候呢好探线的当然比合金的轻很多可以方便你攜带虽然他的体积还是一样但是他的质地很轻好相对的价格也很高OK好那高度好我到底应该买多高的三脚架好好请你把三只脚张开拉最长然后呢发现这整个高度不要超过下 下额但是不要低于胸不要低于胸部好这个是我们在买的三脚当然你告诉我说老师我总是在做鸟侃拍摄好我总是在做鸟侃拍摄好那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就需要高的三脚架好那或者我们就会告诉你那你时常需要自己架一个高台有没有好然后呢另外 另外一个条件最好你可以买的时候是那种中柱中柱可以被我抽出来的或者我的三脚架可以被导致的或者我的三脚架可以变形改放其他位置的好那最基本的我们会蛮期望同学去购买三只脚可以摊平的好那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你从底下去拍一些非常低矮的角度拍摄的时候你会需要三脚架好那这个 这个时候稳定度很重要所以最好三只脚是可以摊平的那一种他可以让你稳定的拍低角度的照片好方便贴在地面拍摄取景好这个时候同学你可能会跟我讲说我就不要拿三脚架我直接放在地上好可是这个高度好直接在地上的高度可能又不是你想要的所以其实我们在环境里面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大家会去找石头啦有没有好去垫你的相机 去拍一张照片好就是这样子好再过来呢三脚架上面会有一个云台有没有好那云台基本上是支撑相机跟镜头大部分重量的一个地方好所以云台也很重要那云台重要度在哪里重要度是会不会松脱稳不稳固好你买了一个三脚你没有一个好的云台基本上好你一样 会拍出不好的照片所以呢你必须要先去测试这个云台跟相机之间的关系性组合好不好好组合好不好包括什么呢好装好拿稳固意松脱好你要拿下来很方便要放上去很方便而且放上去以后非常的稳好那他通常会设计一些所谓的快拆好快拆的方便性够不够 机动性够不够好滑轨装的顺畅度够好会不会让你滑到某一个点永远都被卡住有没有好云台好那你说呢我买脚架的时候云台再加上脚架大概多少钱好市面上云台加脚架你可以买到1500块好很便宜 OK好那这边建议你如果你可以高于5000块以上的费用是比较好的好通常呢你买个三四千块的话你会发现我两三年以后我必须要重新更换好因为他的坏损 其实因为你的操作 你需要好你会发现你需要好为什么会需要当快门低于六十分之一秒的时候你会开始使用脚架吗对不对好那但是当快门速度低于十五分之一秒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去按这个快门点的时候会影响他的稳定性好所以呢当你快门速度低于十五分之一秒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就要加一条快门线好不会去碰到 相机或者呢相机或者呢相机我们都会有一个倒数的自拍器的一个功能好那你也可以让按下快门的那一瞬间好自拍器的话就可以让他不会造成不必要的晃动好所以快门线自拍器这个时候要用好好如果呢现场有风的时候好风一直持续吹的时候你用自拍器还是会受到影响好这个 这个时候好这个时候好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建议同学脚架站稳好要用快门线OK好部分的相机呢都有提供所谓的延迟自拍好自拍器倒数功能的一个特性好对于间歇性的摄影会有帮助好会有一些帮助好比如说哎我对着场景两秒以后啪下去好那这个是有帮助的好稳定性的部分 好再过来你会问我偏光镜要不要买好好因为我们在呃后段的这个数位课程里面其实一直在跟同学提醒说呃这些基本的东西的准备那你就可能会问我说老师那我到底要不要买偏光镜好首先呢告诉同学偏光性的目的在哪里 最主要是可以消除主体的反光好这是最重要的部分比如说玻璃的反光金属的反光水的反光好测光拍摄的时候呢你运用偏光镜呢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状况前面讲过当你跟太阳层90度角度的时候 会达到最大最好的偏光效果好当太阳位置在你后面或正前方的时候偏光镜基本上是没有用的好那这三句话告诉你什么呢你去思考一下自己常常拍的是哪一种照片 会不会需要偏光镜好第二种呢正中午太阳的时候好他非常的硬一定要拍的时候偏光镜会很有效果而且你会适度的跟呃环境之间产生一个互动关系好如果呢太阳在你正上方90度的话无论你面对哪一个方向呢好正中午的太阳拍摄偏光镜都有用好再过来 清晨或傍晚好往北方或南方拍摄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側向光也需要偏光镜好你对着你跟太阳层90度角对不对好几乎是一个90度角的状况好转动偏光镜你会马上看到不一样的变化蓝天白云呢会被你跳出来反差更大好不要忘记偏光镜好因为呢他把他消除主体的反光了所以你的色彩会更 饱和好所以两个功能好所以两个功能第一个是光对光线做调校第二个是让主体更跳脱好更跳动更饱和一点好如果如果呢你去移动自己的方向跟太阳层30度或45度角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偏光镜你在用的时候要非常注意了只会在你画面的一半或三分之一的地方好所以你会偶尔看到有一些照片某个角落 有没有好的这个天空突然长相不太一样有没有好好这个是因为角度跟偏光镜之间互动的一个关系好是你要注意的好多云或者是雨天的时候呢垂直的光线好垂直的光线跟晴天几乎是一样多的好好这个时候呢反射会造成不鲜明的反光好因为雨的反射好那你当然你如果利用偏光镜的话 就可以去除这种会暗的反光好利用偏光镜可以去除会暗的反光好所以偏光镜好基本上两个特色第一个让你的主体色彩更饱和一点第二去除掉这些反光物好给你的影响好所以这个时候我讲到这边你就可以思考一下那我到底要不要买偏光镜了好好另外一个东西叫做减光镜好那 那减光镜基本上好他是有急速的好那减光镜拿来干嘛减少景深 哎你说老师你每次都要我们做景深那如果是要减少景深的话好那好像就不需要了是不是这样好我们来想一想好 动态的摇拍好这个不用再讲什么叫动态摇拍了吗好就是晃动拍摄好动态摇拍好或者是让 奔流的泡沫的泡沫海好我不要看到瀑布的跳好我要看到他像泡泡一样好这个时候你的目的在哪里好摇拍或者是泡沫海你都会希望减少 入射光的亮度你减少了入射光的亮度你才不会让这个白茫茫的泡沫海太亮有没有好好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用减光镜那什么是减光镜呢基本上减光镜跟太阳眼镜一样好他会把外面的亮度减低但是呢又不会影响你戴着眼镜看到的画面色彩好 那这些色彩的深浅的一个差别你并不会因为戴着太阳眼镜就觉得外面一片黑暗 好好减光镜两个常用的ND4减两级ND8减三级好两种模式好光线减少了以后呢 你就很快的可以用大一点的光圈当你使用了大一点的光圈呢紧身就可以变浅好或者是你可以让快门的时间再拉长一些好所以减光镜他基本上搭配的有一些你想要呈现的一些目的好然后呃你就去 你就去谈这个就去sensor的时候发现说哎这个数值他是不给你的好那怎么办那你加了减光镜以后就可以去做一个调校的动作好好那你要试试减光镜的利用好比如说你要把瀑布拍成棉花糖那你ISO值定在400好定在400好光圈你把它放到最小好数值最大好经过测标测光表现 我要把瀑布拍成棉花糖的时候快门速度是15分之一秒但是不要忘记我们都谈要拍流速的时候一定要四分之一秒以下好才会有棉花糖的效果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如果使用ND8的减光镜就可以降三级的光线好那这个时候测光表会告诉你好如果F22好跟15分之一秒好曝光会不足到三级好那这个时候测光表会告诉你好如果F22好跟15分之一秒好曝光会不足到三级好那这个时候测光表会告诉你好如果F22好跟15分之一秒好曝光会不足到三级 有没有好它曝光有没有好它曝光会不足到三级好所以这个时候你又必须要重新去做一个设定好把快门提高一点点好没有办法吗快门提高一点点好好从四分之一秒变成二分之一秒好把原本的15分之一秒 调到八分之一秒调到四分之一秒然后再从四分之一秒调到二分之一秒所以这是什么好15842好我们经过三级的变化好我们经过三级的变化好所以我利用了减光镜同时这个东西就可以降三级有没有好所以你的快门速度放慢了好 好那你这张照片就是你要的曝光结果好所以减光镜的利用就在这里好你跟环境互动的时候因为会有光线好那光线跟你想要呈现的目标好有时候会比较无奈好那你就必须要去利用减光镜好来去做一个调教好减光镜解决难题刚我们已经讲过减光镜可以解决某一些难题好 好比如说你要把它拍成棉花糖好那他其实可以解决蛮多光线之间的一个难题好比如说呃我在花室里面拍摄小贩的一个肖像好那个背景是花店好那我把这个小贩放在在花店前面三公尺的地方好那我希望呢这个背景是落在景深以外的好那我用了中望远135的好那使用的大光圈来限制景深 好好好好条快门的时候会发现哎他的快门要求我到底而且测光表还是告诉我过曝好因为有光线好会告诉我过曝这个时候呢好我就把光圈做一点点改变好但是光圈数值改变的时候景深就会增加了好那这个时候呢背景太过清楚又不是我想要的 好所以我利用了减光镜去减我用我直接用nd8就可以很快的把快门值降到千分之一而我的光圈不变对不对好因为一开始我就告诉你哎我想要拍景深以外的好我不希望景深太清楚我只是要景深的色彩有没有好好所以这样子减光镜又是另外一个解决难题的方法所以你可以发现什么好 好无论是减光镜无论是偏光镜其实都是解决你在摄影上面会产生的难题好不然通常来讲我们这样一测哎呀不能拍好没办法走了有没有好所以这个就是在数位领域跟以前底片领域好之间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差距好嗯以前底片领域的时候当你发现数值不对硬要按下去他叫做冒险好他叫做冒险那但是在数位领域的时候他就会变成创作好 ok好再过来减光镜有一些不同的东西叫做渐层的减光镜好渐层的减光镜好渐层的减光镜就是说我可能只有一部分的呃画面好我需要减光镜但是呃整片减光镜下去之下呢哎这个结果好像不是我想要的完整的减光好所以怎么办我们就有这个所谓的渐层减光镜 他通常是一个嗯小小方形或惨方形的ok所以呢他的特色呢就是不会把整个画面都减弱部分的上色好啊举个例子说好呃在沙滩上有色彩丰富的天空沙滩上有小石头还有浪潮好所以你可以发现我要拍什么景物好前中近景有没有好三段的景物好 好好最小光圈F22达到最长的一个景深好我三个画面都让他进去好相机呢我对的天空达到的是三十分之一秒的快门对的沙滩呢只有二分之一秒的快门这个时候这两个数字差了四级有没有好我差了四级的曝光值那怎么办我到底要对哪一个好好我如果用F22用三十分之一秒拍摄的时候天空ok有没有好 三十分之三十分之一秒F22天空ok但是沙滩怎么样曝光不足有没有就会漆黑一片好那通常来讲我们拿着相机最快的方法怎么办我没办法解决让沙滩面变少有没有好好那但是问题就是我就是要这样子的构图怎么办好那我如果用沙滩的数值拍的话天空就会过曝那天空上面的云朵跟色彩就会不见了好所以怎么办 这个时候我们就有插入式的减光镜好那它是正方形或长方形的那前面加一个滤镜架把它插进去插进去以后你可以上下移动移动到你要的地方好所以呢我就把这个降四级的渐层减光镜放在镜头前面减光效果呢对天空就可以有正确的曝光值所以我就可以把我想要的 目标目标是对在我的数值就可以对着沙滩好那天空就不会过曝好我就用了减光镜有没有好好减光镜因为有方向性所以注意好你要让它垂直水平要对对好要对正确让减光线的让减光镜的线跟地平线做正确的对齐好这个是渐层减光镜也是比较特殊的部分 好我们这个单元呢空间摄影与应用跟同学谈的是玩设计用一些不同的方式来跟同学谈一谈说你也可以去做一些不一样的创造好听完这个单元我希望同学都有更深一层的认知然后你也可以去试着去做一些不同的创作来跟大家做分享好翁彩琼老师讲述这个单元到这边谢谢大家